中超下半赛季以来,恒大在14楼比赛,中只输掉了两场比赛,如果赛季出就如此状态,或许中超冠军早已官宣,当然这个不可同意而语。 中超连赛形势,已经接近半生,在只剩下五轮的情况下,恒大落后领头摇上岗四分,看上去冲击八连冠非常渺茫,但是细心的球迷发现,如果恒大按照目前的强势状态发展下去,其实实现八连冠已经很稳,为什么这么说? 纵观恒大12场转连胜的比赛,恒大六道立即火力全开,可以说毫无保留。 当然,有如此状态的异于恒大下半赛季管理层的积极影响,还有惊吓非常明智的野鸡两大强员,塔利斯卡和保利尼奥,保塔二人组在过去比赛中一共打进了20次球7次助攻,也就是说两人独造31球。 这个是非恐怖的,两人在进攻端的贡献可以说非常大,而且前场压制的能力也让恒大后方轻松很多,不过随着比赛的推进,卡拉瓦罗激活了第二套阵容,有意将保塔改为绿叶型攻击手,减少前插平次和前场压制,缓解中后场衔接,否则保塔组合的进球效率会更加恐怖。 恒大传统风险有三大力气,分别是高林、高拉特、阿兰三人,三人加起来共打进三十一球十次助攻,也就是说三人就独造41个进球,这样的状态堪称火力全开。 而恒大下半赛季最大的亮点就是约翰超被激活,他在边路的吸力,成为中超边路进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,他也成为卡拉瓦罗战术体系中重要的火力点。 疯狂的传统微禀一度使得恒大前场风险失称,如果你看超体能跟得上的话,恒大别路将是最大的威胁。 如今恒大个位置的球员都状态混暖,主要接下来保持这样的方式踢下去,压运自行就抛给了上岗队。 如此一来,好许八连挂的将不再是奇迹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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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